本田体下最良性的一款车 大家猜猜是什么车 我认为是我身旁的这个本田 斯伯瑞 而且是斯伯瑞的SI 这台车呢当时落地办完30块左右 可能会有人说这台车又会玩不到30块 但它确确实实是30块左右这么一个顶配车型 而且吧这台车亮点还挺多的 上市初起刚上市的时候好多车评人 评测过这台车 然后呢现在这台车拉了 为什么拉了 因为也是本田系列里边最不保值的 但是吧除了SI都是最不保值 尤为SI它的保值率有点高吧兄弟们 为什么说本田斯伯瑞SI它就保值呢 其他就不保值呢 因为SI这个车型 纯色量特别少 几乎可以说是本田系列保有量最少的一款车 我这么说应该是没毛病啊 可能还有各司图这一系列的本田本身它保有量不高的车型 四伯瑞这台车吧 其实挺用心的啊 这台车出来的时候用料各方面也是满满灯灯 你就不用说别的 早期的就是老款比这个老一款的四伯瑞 那时候顶配可能叫Type-S 现在啊改成了SI了 老款的四伯瑞兄弟们 它真就是欧哥平台下来的东西 无论是它的动力总成还是它的底盘 老款的四伯瑞确实是跟欧哥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相似度 但是到了这个新款啊 除了它八速双离合的变速箱之外 剩下的其实都是本田自己的 而且它也是咱们中国专供车型 这一代四伯瑞也是本田最后一代的四伯瑞了兄弟们 所以说它为什么保值 因为有些东西停产了之后 啊有的人就知道它香了 所以导致吧 越少它就越得劲 越得劲它就越贵 所以说这么一台15年上牌的本田四伯瑞 车况非常棒的话 我们收车它也得14多 如果车况一般喷漆多呢 可能13多 但是收车再破公寓数再大 它也能达到12块多兄弟们 你就想嘛 它比同年线的本田雅阁2.4顶配的价格都高 其他车型啊兄弟们 SI出外比这个SI第一个配置的中贵啊 啊这些个车型虽然同样的动力总成 但是没有SI这一些奇特的配置的话 它的行情足足要比这个SI的版本便宜 两捆到三捆之间 就是SI保值其他的都不保值 所以现在SI很热门 可能玩SI的这些车友群体也少啊 但是吧 喜欢SI的那就非SI不行 别的什么版本就不要 我就要SI 真就有这一部分人 你就像这个丰田皇冠一样 它是信仰 它是情怀 SI现在也是一小部分人的情怀和信仰 所以它受一小部分人的追捧 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人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好好盘点一下 本田是不是SI它有什么独特的配置 首先呢 我要是进入这个配置 很得劲啊兄弟们 谁用谁知道啊 打开门之后 座椅记忆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置 然后呢 看见没 这台车四门一键升窗 把这种配置显现在你的眼前 你就想吧 日系车有的地方是真不给啊 你要很多车型日系的啊 它只有主驾驶一键升 剩下都没有 这台车四个地方都给你标注了自动 多么的用心 配置多么的高啊 真是吓死我了 然后呢 兄弟们 这台车翻盘多功能 按键满满右灯灯 我还有喜欢的配置 就是座椅通风和加热 座椅通风在南方非常的实用啊 兄弟们 这就是这个红色的仪表多么的运动 这台车还有个奇葩配置 就是模拟声浪 它这个喇叭在你油门踩下去的时候啊 挂上运动模式的时候 模拟排气管的那种跑车的声音 就是运动排气的嗡嗡作响 让你的肾上限速急剧上升 感觉你在开一台小跑车非常的得劲 无论是你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能给你一个极大的满足和一个美好的体验 然后说完优点啊 咱们讲一讲 这台车都有什么样的缺点 这台车的缺点呢 就是围绕着主驾驶的这么一个布局 换句话什么意思呢 除了开这台车的人 其他人是不舒服 不得劲的 后排空间是施伯瑞的短板 同门师兄弟的雅阁玩的就特别溜 同为前驱车 同为差不多的一个B级车 同为同门的师兄弟 相间和太极 雅阁的销量给这个施伯瑞也是干啪啪了 干啪啪了 很多人考虑施伯瑞的时候 最后安排了个雅阁 为什么 因为它的后排空间确实有点小 但是真的特别特别小吗 不是 够用 只能说是够用 很多人吐槽这个 但是吧 我就纳了闷了 你给个老板件 副驾驶座椅上给个老板件 你后排空间 你就不能整的大一样 我认为 斯伯瑞但凡把后排空间 做的满满当当 这台车 它的销量 我感觉不亚于亚哥 为啥这么说 因为它这台车的动力总成 实在是 太亮眼了 开机盖 累得我一塌糊涂 整个小智能铁 30来捆的车 你就不能整个 电压的顶杆吗 真是让人失望 害得我 丢了两个鸡蛋的热量 多么的可惜啊 兄弟们 好了 给你们讲讲这台车发动机到底牛在哪 其实发动机它也是个地球梦 2.4的 它的亮点在于 它这个发动机左侧的八速双离合变速箱 而且带 业力编剧器 这个就很神奇了 兄弟们 在这个级别 自然吸气发动机 搭配一个八速双离合 有何用意呢 其实吧 大家都说 前驱车 没灵魂 前驱 横置 更加乏味 啊 索然无味 但是吧 这台车虽然是一个前驱车 但也给你带来了 本田式的运动 本田式的运动真的很神奇 兄弟们 很多人对它的狂热 不亚于啊 很多人喜欢一辆超跑的感觉 这就是本田的魅力 然后这台车变速箱到底有多少优点 我相信我这个视频一发出去 四部瑞迷们 SI迷们 你们会跑过来给我捧场 你们把你们对这台变速箱的了解 打到评论区 让咱们共同分享一下 咱们本田党 本田迷们心中的 小神车 然后呢 这个发动机 再给你们说一下 地球梦 我的英语好吧 兄弟们 伦敦郊区的英语 给你安排的也是明明白白 既然是地球梦 它的积碳 必不可少 而且 七门屎盖 轻微渗点油 这也是个通病 再大的毛病 挑不出来 除了积碳多 啊 七门屎盖 公里数多了之后 容易渗点油之外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台发动机 也是大家所说的 买本田 买发动机 送你一台小汽车 就是这么的满满等等 而其他亮点呢 没什么可讲的了 因为老款的话 它是欧哥平台 我还能给你们催一会儿 新款 它不是欧哥平台 但变速箱 确确实实是 欧哥的 啊 八速双离合 其他的 就是本田自个家的了 然后这台车 开起来的感觉啊 兄弟们 你要过弯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这样 宝马的B机车 三系这么的 逮劲灵活 但是吧 这台车 你要是论 同级别来讲的话 还算不错 啊 动力 200多匹的自然吸气 四杆发动机 这个级别 唯一了吧 变速箱 八速双离合 还带液律变机器的 那换挡 特特快 而且吧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顿挫 重响四滑 也非常的舒服 对于一个前驱横置的车型来讲 兄弟们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然后这台车 15亏左右 安排个15年的 如果说是你 你会选择什么呢 你会15亏左右 安排一个 11年12年的宝马武器 还是 安排一个 这么样一个 年轻时尚的 斯伯瑞呢 以后得看看赛气的脸庞 你们才能安详的走 安详的回去睡觉 干啥干啥干啥去吧 下课了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兄弟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